你不去一直激動嗎 真的要誤會了嗎 微微點頭在兩名員警的參扶下 黃昏走進解剖室 他就是涉嫌殺害二房東的誠信凶嫌 檢察官認為他行動不便 身體虛弱卻凶狠殺人 為了釐清更詳細的犯案過程 將他帶到殯儀館陪同遺體相宴 發現使者臉部被砍得面目全非 雙手疑似為了阻擋 還有多處刀傷 連頭蓋骨也遭敲碎 另外一個我無法想像的 阿財看起來明明就是 可能一拳就倒下的人了 但因為我爸更弱勢 更看不見這樣 吃者兒子悲痛透露 逢連過節都會去探視老父親 平常就知道誠信嫌犯身體不太好 且他與父親認識 將近16年日常互動良好 萬萬沒想到對方竟會註下大錯 因為我平常去的時候 就覺得阿財就ㄎㄧㄤ的 然後我爸有時候在說笑的時候 他也會叫阿財過來附和個幾句 要阿財聽他的笑話這樣 接手密案就發生在台北望華區 雙眼失明的岩信使者 以每個月一萬八千元 乘租三房一廳的公寓 再當二房東把雅房 以每個月七千元租給誠信凶嫌 和另一人但其中 零姓室友 今年五月因癌症住院搬離 只剩兩人同住 嫌犯醫生因租金壓力變大 拖欠租金 當時不滿被索討兩萬多元債務 爆發口角後 他犯而從廚房拿菜刀回砍 造成對方全身多處刀傷 脹氣外露倒臥 脅迫中蠶死 嫌犯與死者在同個屋檐下 生活超過十年 已經接近情同手足關係 結果卻因債務糾紛 一時衝動犯下殺人案 現在再怎麼後悔 也都來不及 繼續來 陳新鮪的長官報導